不知道为什么是你们去搞 打开门 把这个布网打开 装入喷嘴 装入喷嘴 喷嘴是按照客户的具体要求来安装的 按照这个要小心哦 不然会弄到手了 因为他万一你不小心的话 他弄不到他这一盘的话 会把你的手弄破了 压力很大 装完喷嘴之后 这个是胶圈 然后装这个四样码 然后开机 开机之后 开机之后拆这个角度开光 然后装上这个夹具 夹具他这里 有一个卡槽是对应 对应这里的 对应这两个 装好之后就拿个布 测压 一般来说就剪材 跟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需要这么大 一般是多少厘米 说明数有写 15乘15应该够了 然后放平之后 把甲榻开光送开 还这里可以 夹具就可以压下去把它压 这块布压死 压死之后 这个是清零 最好清一下 免得他等一下有些数据 清完零之后 输入对应的一个压力 比如我现在 要200的话 然后这个就是 定制圈的面积 这个就是刚刚 弄的一个6的喷嘴号 这个是单位 这些输入完之后呢 就可以按一下测试 点测试 这个是加速风机的一个速度 加速风机的作用是什么? 测试可以快一点 对这个没有影响吧 影响不大 这个就是你设置的一个压力 如果你设置200 他达到200 这样子呢 他就会停 停下来之后 电脑会自动 帮你计算出一个透气量 因为刚刚不是设置200吗 他就会290就停下来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保存 保存之后 再打印界面在这里 一般可以保存实足出去 然后他有一个最大值 一个最小值 还有一个平均值 没关系 有一个最大值的 也有一个最大的 实际 可以拒络 谢谢观看